打仗 我也想在這邊宣布一些事情 本節目即將停更 歡迎收看拜託你的大冤 在這邊祝大家新年快樂 虎年行大獄 虎虎生風 虎你勇虎你爽 大家看這集之後基本上已經要過新年了 這也是第二季的最後一集 因為是最後一集 我也想在這邊宣布一些事情 本節目即將停更 停止更新 人生旅途上有了一些變化 讓我想要好好的 重新整頓一下 工作上也好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我 其實也沒有發生什麼事啊 就是想多陪陪小孩這樣子 很嚴重嗎 不會啦 辦公室也需要打掃 我想稍微休息一下想 調整好腳步 也許有新的想法做些新的事情 未來會有什麼計畫呢 請大家Follow我的IG Facebook本身Youtube 這幾天呢 要過年了 拿到很多那種年菜的DM也好 收到一大堆年菜的廣告啊 大家也知道我這個很愛吃嘛 我又很想要吃一個東西 火跳牆 我看那些火跳牆 他們都賣那種超大油的 我孩子還小沒辦法吃 而且火跳牆真的很奇妙耶 就是每當年過年才會出現 對不只是過年版都 它就是你平常吃不到的東西 隔夜菜就是打包回去以後 再加熱後就特別好吃 我為什麼不能自己做一個火跳牆呢 我就上網查一下做法 我放棄了 製作過程很瑣碎 複雜 我們怎麼可能會這樣子就放棄呢 本頻道秉持的精神就是 自己做我不會 我們就找人學 這是費亞大元 因為我跑出來了 秉持頑童的精神 我們要不斷的學習 我們有上網去找了一下一個店家 專門在做這個火跳牆 那他也很願意跟我們一起拍攝這樣子 我們現在要出發去拜師學藝 做火跳牆 好我們來歡迎老闆娘 老闆娘你好 你好 你們這個火跳牆都是你們自己製作的 我先去洗手了齁 你們家的火跳牆你注重的是什麼 湯頭 湯頭要鹹要甜 對 來之前有吃過你們的火跳牆 我覺得你們的火跳牆用料非常非常好 對 來自這個大甲甲鮮的芋桃 肉絲 排骨 排骨是大家炸的排毒素嗎 對 我們要先醃過 我們用的是這個不好喝的2L甘粒 這是一定要強調的 2L是什麼意思嗎 大喝它的膳 喔 還有就是老闆娘每天早上的時候去 把人家扭燈拿下來 還有很重要的 斷頭認輸 第一步驟我先把這一邊圈給備好 之後再來準備等一下要來炒火跳牆的料 再退去 滾刀 滾刀 這樣不會喔 我明天早上班阿 那你有缺員工嗎 有缺很多 我就知道缺很多 還有我不知道該接什麼 這樣切會不會太大 它等一下炸的時候還會有一些縮小 為什麼要炸呢 才會一放下去就補掉 也比較好吃 先來炒火跳腸的湯 這麼快就進入重要的環節 等一下再來炸 喔好 這是雙板豬 雞腥軟肉 它這個煮下去比較不會馬上就化掉 是 所以重量是什麼你知道嗎 不要怕它噴 就給它噴 他們炒火跳腸炒多久了 20幾年 炒20幾年看吧 20幾年喔 可能蝦米 蝦米 蝦米 下料的步驟也是有順序的嗎 先炒進了那個是最主要把它的那個 油逼出來 蒜頭 辣椒 哇好香喔 我覺得這樣子就可以吃了 醬油嗆鍋一下 好我知道怎麼嗆鍋 要讓它淋到邊邊的那個鍋子 讓它有一個鍋香起來這樣子 直接倒在我們預備煮的一鍋湯 好 我們要熬湯 這個來自我們福山的筍肝 接下來要來燒熱油要炸芋頭排骨這一些 好 洗鍋 炸油 我們這個油溫控制在 烏來的冷熄 炸表面炸定型這樣子是不是 還是要炸熟 喔喔喔喔 好 先炸鳥蛋 喔鳥蛋很危險耶 很容易爆耶 不會啊 是嗎 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 好 為什麼有順序之分啊 因為等一下排骨的時候 它會有細粉 那個油會比較容易配的 濁濁的這樣子 對 那一黑掉你炸鳥蛋的時候 變得比較黑的 鳥蛋變黑黑的不好看 對 這個湯要熬多久啊 要讓它滾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會放魚皮啊 香菇啊 冬粉刺啊 就一層一層的把它 冬粉刺是魚刺嗎 是假的魚刺 準備好了 下去囉 很刺激喔 變起來有模有樣耶 蔥蒜 老本娘怎麼把它黏住了 我剛剛慌了 第一次遇到一個師父 這麼不慌不忙的教我 在炸的同時 我們先放一點地瓜粉在下面 再放肉絲 再灑一點粉 再灑一點粉 就是不要讓它煎 結塊 因為你放太白粉 它馬上就會跟水就過在一起 然後就那個糊在一起 你要怎麼判斷它好了 在拉的時候 會有一點傷傷的感覺 傷傷的感覺 芋頭傷還是我傷 芋頭 喔好 就差不多快要好了 你今天看起來真的好像一個大廚喔 不是我現在買鹹酥雞的 要加辣嗎 不辣 喔不辣 老闆娘好像動作會太慢嗎 有一點 蛤 再來下牌 這一個人做真的超忙的耶 不是 事業加入我以後 所以它看起來很忙 所以我們在吃這個婆跳牆的時候 我們要抱持一個很感恩的心情 感謝老闆娘為我們的付出 來囉 蘋果這二十幾年的經驗啊 你二十幾年 我十歲的時候開始炸排骨啊 真的啦 你問我媽媽真的啦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啦 但是我的那個 中餐餅檢也因為炸排骨沒熟而沒過 所以我才來拍影片啊 但今天不要怕 今天有育福記的老闆娘 我的法官 她雖然很淡定 但是她一直在偷看我每個步驟 她很害怕我做錯 會影響到她們的喪意 沒錯 現在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來撈筍子 為什麼 你們等一下要放在那個奧裡面啊 喔喔喔喔喔喔 我們今天不是煮一大鍋喔 我們今天是要做 一小份一小份的 交給我交給我 大家有發現一件事嗎 我只要一開始做菜後 我開始就不講話 所以我很佩服 像沾母子啊 阿基斯啊 廚縫啊 這些大廚們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練成這個樣子 好我們繞得差不多了 好那現在就是放魚皮 因為魚皮的膠質比較多 所以它放在一起全部都黏在一起 就是讓它滾了之後 我們把魚皮給繞起來 我們現在都還在前期的備料而已喔 還沒正式 要放在奧裡面推進蒸籠以後 出來以後真的是正式的啊 我們魚皮會有一點腥味 可以加一點酒 去腥味 加一點黑醋 去腥味 皮鮮 紅糖 因為有醋就要加一點糖 湯頭會比較甘甜 老闆娘終於發現 我還有一點加調味料的功用 好累喔 哈哈哈哈 今天直接起來開始弄這些東西了 平常 7點多 然後一路這樣弄 弄到下午才能吃這樣子 魚皮好了是不是 對 一樣 然後今天放在這裡面 冬粉絲 這不是魚翅喔 加一點胡椒在這上面 掉在魚皮上面啊 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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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會不見啦 喔好 我緊張了我想說它這樣一去不復返 這樣就全部的料都備完 還沒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沒有放喔 香菇 對啊 來自哪裡的香菇 菇利 妳怎麼都知道了 妳是不是在這邊上班啊 滾的話就OK了 所以煮一大甩的就不用撈起來了 也是要啊 重新擺 擺上去 一成人擺上去這樣 漂亮 很麻煩耶我說真的 每個步驟都要一個一個做 好燙喔先放著好了 好燙喔先放著好了 呵呵呵呵呵 就是這樣 這樣 妳仔細看啊 我們弄完那麼多 你看它湯還是依然的那麼清澈 看起來就是 濃 但是又很清澈 很矛盾 剛剛的湯是不是 等一下我們怕會泡泡 它就是受動作太慢的意思啊 已經煮到水都煮乾了 很熱對不對 那不是汗 你是淚水 我被老闆娘感動到 你是淚水 我現在要講 它叫這個動作呢 它是要用太白粉水來補助 這個整個湯汁 不是做根 不是讓茜出來 茜茜不是出來 根根也不會出來 好那這一步驟我覺得比較難 就妳來 還是妳覺得我可以 等一下我弄了 還對嗎 好 要拿灰狗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味道還不夠 等一下我拿湯匙給妳試 它的鹹度還是不夠 不會我覺得很好啦 你等一下一蒸下去 東西放下去 它就會又會淡化了 我記住這個味道 它就會成為我心中 佛跳牆的天花板 今天佛跳牆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當然要把這個靈魂 注入到那個澳裡面 賦予這個佛跳牆生命 所以你覺得難嗎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經驗 通常食譜 你要丟上去給它做 已經不一定做出這個味道 每一個人的做法都不一樣 對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即將去把 靈魂池湯 注入到佛跳牆澳裡面 Check it out 經過層層環節 最後成品中出來 就在這裡 心心念念的佛跳牆 噢 燙喔 製作過程 跟你原本想的一樣嗎 呃 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想 因為你沒做過 你沒辦法想像 但是你看那個網路上的過程 就知道非常非常麻煩 切魚頭 一路開始滴一趴啦滴一趴啦 最後出現了這一鍋 非常好想 好不好吃 我們現在吃一吃給你看 這個湯 濃 但是又清澈 很矛盾的感覺 我幫他切芋頭打開一下 哇 等一下怎麼那麼滑 蛇心交手 排骨酥 芋頭畫得剛剛好 這芋頭很甜 我以前其實不吃芋頭 我覺得芋頭是要吃甜的 不應該放在火鍋放在上面 我覺得很可怕 但我說真的 就是棉 好吃 日帶一種大甲特別的香甜味 特選的金鉤蝦 吃起來鮮 而不會燒 不會臭 竹山筍乾 那一般筍乾差別太陽的你知道嗎 竹山這個地方 給太陽射線 太陽光線 燒在這個筍子上面 要把它塞成乾 這個中間的過程 是在別的地區的筍 還吃不舒服 竹山的感覺 脆 清甜 不酸 老闆娘早上去菜 因為炸過一番的外面 然後聞到 會有一種 可以吸引湯汁的感覺 這個靈魂之湯 活潑在這鳥蛋上面 就像 大家看過程中覺得說 所有東西都炸過 感覺或是吃起來會很油 但事實上其實 他們家的這個 國藥牆的湯 我覺得就是走的 溫順 吃得滑 香濃的感覺 在這個天氣這麼冷的時候 然後可以吃上 這麼溫暖的國藥牆 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你們看過程中非常非常的複雜 而且我老闆娘其實都有 他已經簡化很多東西了 他魚皮是自己泡素 粉絲也是自己在另外調味 這些東西他都沒有讓我們摻 但是我也很謝謝他 願意公開他的廚房 然後他的符咒 大致上的製作過程給我們 大家都知道 我是覺得製作過程很累很熱 大家真的在吃活跳牆的時候 比較心存感激 每一口都不可以浪費 這麼充滿的愛 感恩的活跳牆 怎麼可能說我一個人知道 這好像是死Youtuber人 我講過這樣的話 我們今天特別做了60歐 要分享出去給 讀需要的人跟一些需要的朋友們 我們有拜託幾個里的里長 之前我們送在努安堂 有合作過的一些里長人 我們就是提供了這60歐 大家可不可以全部一一的送去 到他們手中給他們 GO 你為什麼今天想要打授這個佛跳牆 因為要過年了嘛 過一個新年嘛 那其實知道有一些偏遠地區也好 山區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色味的角落 比較多一些那種獨居老人 大家比較沒有看到的那一面 我今天剛好也藉由拍片的機會 做了一些佛跳牆 可以很溫暖的這種湯品 我覺得可以分享給這些需要的人 讓他們的心中多了一份暖意 可以過個開心的新年 每個人啊 有能力的話可以去多照顧一下 附近的居民啊 附近的需要幫助的人 世界也會變得更美好 我覺得我很不適合講這些話 但是我必須要講 或者我必須要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不只我過得爽爽 我也希望可以讓每個人可以都 過得幸福快樂這樣子 好 這麼好吃的佛跳牆 怎麼可以只有我吃到呢 現在是要為粉絲們謀福利 老闆你想送出幾包呢 八包 那就八包 影片下面留言留出 對淵哥說吉祥話 我們會抽出八位幸運 會得到 佛跳牆冷凍包 八個粉絲 大家留言留起來 越吉祥的人 還是要抽 所以你先留 對淵哥講一些吉祥話好不好 會不會大家就留淵哥吉祥話的 試試看啊 有試試看啊 對好不好 謝謝老闆娘 謝謝